文章来源网易浪潮工作室 对于今年要考研的人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 比去年人数少了36万 竞争对手大大减少 但坏消息是 从前人的经验来看 你未来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中 很可能只有考上和毕业这两天是最开心的 不是故意未言耸听 不延三年 你并不是完全沉浸在学术知识带来的欢喜中 相反 大部分时间很可能充斥着焦虑和内耗 一般人会觉得不就是读个书吗 从小到大读了十几年能有什么难的 但问题就在这里 研究生的读书是前所未有 实体的放大的痛苦 具体痛苦什么 刚入学和快毕业的都还不太一样 但一样的是 没有几个精神状态正常的 大家时不时的 经常性的 想发个疯 不言 人生痛苦的放大气 快乐的研灵和研议阶段 理论上是不会接触太多课题和实验的 这也是学姐学长们最羡慕的好时候了 除了一些去了非第一志愿 调剂后 学校还不如本科的同学 因为他们会被逆向考研带来的学历焦虑困扰好久 不过大多研灵的心态还不错 还在期待新生活 新朋友 人生规划清晰 等到开始上课 做实验的研一研二时 就开始想发疯了 上课跟不上 尤其是一些跨专业的 文献看不懂 实验做不明白 好不容易考研上岸 发现自己不是科研的料 卷又卷不动 躺又躺不平 看谁都不顺眼 谁跟自己说话 谁挨骂 这种随时要发疯的情况 其实非常普遍 研究生的心理健康 已经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 近年来也做了不少研究 例如 2019年 中科院对其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进行了调研 以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12723名研究生为对象 发现抑郁和焦虑问题 在研究生群体中广泛存在 约36%的研究生 存在抑郁倾向 60%有焦虑问题 其中 女生抑郁焦虑水平 都要高于男生 不当国内的研究生们想发疯 全世界科研人员在崩溃边缘的 都不在少数 2018年3月 《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 《研究生教育中精神健康危机的证据》的研究论文 其中调查了2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机构 超过2000人参加 结果表明 在研究生群体中包含硕士和博士 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都在40%左右 而这一水平是普通人6%的6倍还多 究竟哪些事情会困扰研究生们呢 2022年《自然》杂志第六次面向全球 进行研究生包含硕士和博士 满意度调查 涉及到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受访者 发现引发研究生担忧的前五项为 无法平衡生活工作 毕业后的经济压力 就业前景的不确定 担心毒研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 套娃了和难以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学业 另外 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家凯瑟琳·克兰西 记录了田野研究中高发的性遭疗现象 他和同事在2011至2015年间 2017年 对474名天文学家和行星科学家进行调查 发现30%的女性和2%的男性 会因为其性别而感到不安 过在的工作量 没钱还要挨骂 当研究生们正式开始读研生涯 内耗就开始变得具体起来 相关研究发现 中国研究生的四个主要压力来源是 学业科研任务紧张 人际交往和情感面临障碍或者矛盾 就业以及经济拮据 在打工人羡慕怀念学生生涯时 研究生们的苦只能自己消化 打工人说自己工作累 读研人默念996 007的生活 我们也不是没体验过 2019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领衔的调查发现 受调查的研究生们的工作强度非常高 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为10小时左右 周末每天也要工作6小时左右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约62小时 其中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研究生 占约70% 10小时以上的大概有37% 除了超长的工作时间 课题实验和论文发表进度 也都无时不刻的在消耗着研究生们的精力 慢慢进课题做实验之后 跟同学相比 会焦虑自己进度慢 时间不够 实验来不及做 熬夜做个实验 明明都是按照标准做的 结果一周过去 什么也没做出来 进度停滞 有些同学 由于过度忧心实验 每个要去实验室的早晨 都会感到害怕 有的同学会为 做了好久的课题 被完全推翻而发疯 还有一些同学 连课题都没有 除了做实验 还要看文献 发小论文 准备毕业论文 然而文献看不懂 发的论文没动静 毕业论文进度不佳等 都让研究生们的神经紧绷 除了课业 研究生的导师 作为他们这段学术经历中 最权威的角色 带来的压力和影响 都是重大的 导师们除了日常指导 培养研究生 还是决定 其论文能否通过 和何时毕业的关键人物 如今 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 并不是简单的导和学 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异化成雇佣 从属的关系 好的导师 研究生会尊称其为 菩提祖师 传授孙悟空 七十二遍等绝活的师父 并让孙悟空以后出去 不要跟人说是他的徒弟 而现在 对导师更普遍的称呼 是老板 一篇爆火的 知网上下载量超四万的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他为什么换了导师中提到 面对老师的绝对权威 即使遇到老师的怒骂 考虑到换导师的过程复杂繁琐 为了能顺利拿到毕业证 研究生们的应对方式 大多是隐忍和沉默 不光中国研究生应对导师时 觉得压力大 自然杂志的调查提到 在研究生涯中 约一半人都感受过来 自导师的歧视和骚扰 一些学生形容这种压力 是看到导师要拼命忍住 才能不逃跑 网络上曾有独言痛苦 还是上班痛苦的辩论 许多方面 其实非常类似难分伯仲 但考虑到工作后 打工人可以带心阴谋 而研究生 一边付着学费 拿着少得可怜的补助柜导师打工 一边可能还要自掏腰包袱房租 一些高校 例如北大 复旦 北京师范等 因为地少人多 声明不再向专硕提供宿舍 相比之下 好像还是独言人更惨一点 就业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好不容易熬到临近毕业 研究生要面对的 包括但不限于毕业论文 答辩 找工作实习面试 考工考编等 几条线齐头并进 这比任何时候 都要更考验多重任务处理的技能 许多人独言目的 都是希望毕业后 能找到更满意的工作 但近几年 研究生招生人数增加 从2017年时 报考人数首次突破200万打官 达到201万人 到2020年时 报名人数高达341万人 研究生在付出了更多的时间 教育和金钱成本后 原本期待的更好的工作环境 和就业待遇未必能实现 并且还要跟本科生竞争 当然 不排除有些公司或单位设置 隐性的学历门槛 有些专业 真的很难找工作 一个由上海市教委资助发表的 一线城市硕士研究生就业质量评价 影响因素 及提升路径研究中发现 在求职期间 收到录用通知数量方面 理工 经管 人文社科艺术等学科硕士生 收到大于四份录用通知的比例 分别为百分之四十一 百分之三十三 和百分之二十三 相对应的月均收入 大于八千元的比例 分别为百分之七十四 百分之六十四 和百分之三十五 明显理学工学 经济管理学科的硕士就业质量更高 而广东省对2018年 毕业研究生的调查发现 在十二个学科门类中 就业与专业相关度 最低的四个学科 分别是哲学类 历史学类 农学类和文学类 有的专业听起来不错 但工资未必有竞争力 拿双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为例 2017至2021年 毕业的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类硕士研究生 薪资在八千元以上的毕业生 约占百分之三十二 而毕业生更多的薪资 是在六千元以下 和六千至八千元之间 共占约百分之六十八 研究生找不到工作 一边年龄焦虑 一边还要反省 自己是不是脱不下 孔宜己长山 本以为读研是延长了 自己待在象牙塔里的时间 结果发现象牙塔 是缩小版的现实世界 发一条发疯朋友圈 有的导师会试试安慰两句 有的导师可能会打电话 让你删掉 还有的会问 发完疯就能继续做实验了吗 发疯可以 但不要自己憋着疯 带上导师一起 因为前面提到的 一线城市硕士研究生 就业质量评价 影响因素 及提升路径研究中发现 硕士生主动与导师交流 次数较多 职业规划开始时间越早 就越容易获得高质量就业 这里包括更高的薪资 更高的成功率 和更高的就业现状难易度 所以不要因为害怕 而躲着导师 多沟通交流 还是好的 我给你打工 你帮我找工作 发疯也算在交流 完了 树不顶还能有意外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